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6號一張公文就叫我們9月22以前搬走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怎麼找房子 你跟我說 兩個禮拜怎麼整理家具 你跟我說 中秋連假之前遇到莫蘭堤的颱風 連假之間我們要怎麼搬房子 連假之後第二天 今天上班第一天 明天第二天就要來拆我們的家 覺得這樣合理嗎 局面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合理喔 那我們希望今天在市府前面門口 在上班的首日 希望可以得到市府的回應 先緩拆 先緩拆 再協商 那我們希望市府 剛剛科長說到 他們現在以救災為主 可是 我們到今天還沒有看到22的拆遷公文 我們還沒有看到這些撤銷公文 你覺得我們要怎麼相信你們在努力救災呢 對 在我們收到公文之後 沒有任何一次的公平公正公開的協調會 對 我們納悶 到底市府在隱藏著什麼的利益 我們要求高雄市政府 針對這個政情社區到五號船群 即拉法克部落 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來共同處理 對 對 建立一個平等 復興的基礎上 這件事情才有圓滿的結束 你堅持說 當時要聽就有人要聽 不然我們都措施不措 你們說的 不然跟我們合照 你們只有一張公文來說 你當時要聽 這樣有得利嗎 這樣沒得利嗎 所以說 我願望市府 要有這個聲音 啊 市長 大家有這樣說 說市長 這個所在也要聽 要經過相互協調動 要經過相互協調動 要經過相互協調 一聲就說每次要聽 不太過了 市府可以有個代表 可以有個回應 希望可以有個協調 或者接受陳情 我們這邊有七八十歲的老奶奶 她沒辦法 她明天 在市府沒有善意的回憶之前 她仍然擔心她的家明天就消失了 所以她今天站在 坐在這邊 坐著輪椅 請市府來看看 為什麼要讓 這些老年人 喪失了一個 可以安養老年的家 所以她們也沒有提出事後補償或是安置計劃 她有說她有所以的負償費是很低 一副就是大大小小 有的二十萬有的十萬 那你這樣 你這樣你突然間叫人家搬 你要叫人家搬去 對 你要先有協調 跟我們說 要怎麼樣 原住民怎麼猜 你們什麼時候猜 那原住民有房子 沒有 那要怎麼處理 這個都要跟我們協商都沒有 牠們多 hype 沒有 是 市長 對 鴿長 是市長 車庭 公平 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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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代表騎乎五個台車 沒有,他不是這麼說,他不是這麼說 高救在這裡 不是,高救,他只會坐牢 我會說五個台車 他們都五個台車 那是我們要求的 要求的,他們當然 我們要有這個紀錄 我是覺得我們生活民如果有生意 應該是我們生活民族說得好 問題上就是我們擔心就是說 12號的狀況又發生 到時候沒有這些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我們在這邊所談的都是白談的 是,我剛剛已經有允諾了 我剛才有允諾就是說 我們做的會議紀錄就是 當時讓你們國會先看過 你若不放心 怕說我們今天做的紀錄 跟我們發的文是不一樣的 我們當時要贏給你 這樣好不好 人家出場這樣子講 我們也就不要為他們出場 那他影音電影如果你覺得不妥怎麼辦 我們也不簽啊 我們已經簽,簽下去了 我們要簽下去了 沒關係,這張庭的座會 不是我當庭之後,給你們看 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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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有沒有,加油 來,來 來我們大家報告一下 對,現在,這個陳情的結果 我們陳情的問題是賬款拆除 雲若充分溝通 協商達成共識 再以進行拆除 第一,第一 第一,補償金合理提供 第三,成親成為公平對待 這是我們的要求 這是我們的要求 這就是我們的要求 第一,反差六個月 反差六個月 反差六個月 再來,第二條 就是,在這個六個月內 這個補償金額 他在從中我們再來協調 今天就達到這兩個公司了